而事实上,慈禧勘灾团在日本重灾区的发放行程 也由日本的电视台NHK全程记录 这段新闻画面就在昨天晚间9点钟 NHK的新闻当中向全球发送了 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慈禧志工是弯下腰 双手把物资轻送给受灾民众的画面 这也感动了NHK随行采访的记者 新闻当中还特别强调了 这些送到灾区的毛毯、坚果跟香鸡饭 都是由台湾经过空运的方式到日本 再透过志工们不畏路程的遥远 利用了空运再透过陆运 最后是用人龙接力的方式 为的就是要把来自全球慈禧的关怀 亲手来送给每一位灾民 而这份跨国之爱在日本媒体的见证下 温馨传真